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還是久了 對 上來了 好累 看到嗎 風景超美的 我希望我看來 很辛苦 沒有ragtAP I fall away from earth And I wanna know if you exi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來這邊以後啊 就是它會有一個 阿婆咖啡的位置 平常其實在阿婆咖啡這邊 它是會收一個 停車費的部分 然後是100元 那我們今天來 沒有看到阿婆 所以就 不用付停車費 OK 那它平常這邊也有賣一些 咖啡啊小小的餐點 那如果說下山肚子餓 其實這邊就是碰碰運氣啦 會不會遇到這個神秘的阿婆 那接著我們要準備登山了 這邊總共有三個登山口 這邊一條 第一條 然後這是第二條 然後在裡面還有一個第三條 那比較建議的是 就是說如果你們 可能帶小朋友 或者是說你想要先簡單後難的話 可以先從第一個登山口 因為它都是 等於是一個單行道的方式 是順順的下來 那如果說你想要先難一點 然後後面再比較輕鬆的話 你就可以從第二個登山口 那中間那個第三個登山口 它是最難的 現在也比較沒有人走 等一下我們沿路如果有看到出口的話 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那我們現在準備上山囉 我們今天從第二登山口開始 我們先難後簡單 Let's go 今天運氣很好 我們現在從路口這邊走進來 然後那個阿婆咖啡 旁邊這邊有一個標示 石牛山補道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們要準備從旁邊上去 然後從這邊下來 然後另外一邊出去是石門西谷 就是桃園的部分 那另外這邊也可以看到 其實如果來的話 可以從那個馬五都的方向進來 OK 那我們現在準備 上山囉 我們要準備上山囉 那剛進來阿 的部分阿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木鳖果園 木鳖果你們知道嗎 就是傳說中的神仙果 這邊有個木鳖果園 然後它也有專屬的停車場 那如果說 懶得爬山 其實你們也可以來果園這邊玩一玩 然後沿路的風景 其實非常非常舒服 那這是前面 路山的很筆直的路 然後空氣非常非常好 今天天氣很舒服 春天就是該綠的綠 然後花花果果阿都開了 顏色非常非常漂亮 這邊又是木鳖果園 這邊有一個木鳖果的介紹 沒吃過木鳖果的也可以來這裡品嘗看看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上走囉 我們現在走了一段 小小段的路之後 來了一個小朋友跟著我們 小朋友咧 小朋友 這是山邊的小狗 又跟著我們上山了 可能是狗來父 新年守護神 走走走 然後我們現在還沒有到 最前面的登山口 我們還在走 然後聽說是不遠阿 我們還努力中 這邊很漂亮齁 它後面都是 檳榔樹 小朋友 然後一直走進來 會遇到一個蠻大戶的人家 阿不要太意外 從這戶人家旁邊走過去 就對了 然後 天氣很好 所以就是 開始流汗了 等一下大概還沒進山 就會把衣服脫掉 這邊就是有一戶人家 然後有一個石牛山 的告示牌 繼續走 就沒錯囉 走 好 好我們就順著這個告示 往裡面走囉 走 走 哇好漂亮喔 上面有櫻花 這邊應該是那個 有點像是種香菇的 燉木香菇的那種地方 香菇都被產收了 然後沿著這個小菇上去 真的櫻花好美喔 旁邊這邊有個小小的溪流 欸小狗一隻走在我腳邊 我會一直踢到牠 欸你一隻走在我腳邊 走走走 繼續走 走啦 現在進到一個 比較小的那個 小的土的路 這很越野跑的路線 你看到那個路 小小的 然後那個 這種喜歡 越野跑路線的 這個路線就會很適合 那我們昨天 這邊 其實前兩天剛下雨啦 昨天天氣有轉清 稍微好一點 但是路還是濕滑 所以等一下可能上去的路 都會 蠻滑的 要特別小心 好 我們現在已經上來 準備要到 越來越南的地方 可以看到已經熱到 然後脫衣服了 然後第一 第一個 這是小小關 然後 上去 很厲害耶 很夜靈的感覺 這邊可能如果是年紀大一點的人 來最好帶一個登山帳 真的很好走 我們從山下這邊上來 現在已經要進入攀繩的階段了 這是繩子 好 然後可以看到 這就是沿著山壁 攀著繩子上去了 那我們要準備 攀繩走過去 然後下面就是 西谷 這邊呢 難度應該還不是最高的 對吧 對 等一下再到上面去的時候 會越來越陡 那我們一直在 跟這個小孩溝通 請他回到休息的地方 不要再跟著我們了 後面有點危險 好 我們準備過去 我妹先爬 然後我妹現在走過去 等一下換我過去 然後稍微 稍微攀爬一下 還蠻陡的耶 好 那個是中繼嗎 好 然後從這邊上來以後 進入了第二段 我發現我妹很適合爬越野 伸手條件 後面就真的 越來越難 好 要進入第二個難度的部分 再往上一點 那個抖子越來越高 手腳並用 欸他真的很厲害耶 對啊 你看有平的地方就踩 再踩上來 你還不夠 再踩上來 你在那邊等耶 你在那邊等耶 他然後 那邊有一個 那回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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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可以理解爆鼠的人 手要握好,這邊是完全靠手 就是拉繩子,沒有踩踩點 就是拉拉,兩隻手 對 攀不停的岩石 有洞啊,你看有洞就踩,他旁邊有平的,先走平的 越野,越野好手來 然後,看到下一個,這真的不是親民的路線喔 只是,來的話要有心理準備,真的蠻累的 不要意外,現在聽到的狗聲是一直跟著我的小孩 他們現在在卡在山中間,他上不來的耐苦 加油 好啦,過了 Yay 聽說是,一路都是這樣子 只有到真正下坡下山的時候才會變 手好抖,我的手 誒喊 誒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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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 可以嗎 它那個很平 很平耶 平耶 我知道你去搞 我完全不敢 往旁邊看 沒辦法 我覺得旁邊那個是 小心啊 你不要 那個很恐怖耶 它移不開 不知道就靠上去 然後就毀容了 還有耶 爬山的人最愛講的一句話 就是快刀 這是你的小孩 我們一路上來以後啊 會遇到一個岔路 右邊這邊 岩石比較大 然後左邊這邊 都是土的路 好 那你們上山可能會 沿路會遇到這種差路 這部分 那這時候你們就看著那個登山角 登山角 謝謝前人留下來的標誌 就比較不會迷路 好 我們往這條上去 才剛剛 才剛剛 哭完 馬上又要再爬一段 那有看到嗎 越來越抖耶 我的天啊 我妹已經上去了 只能用三下巴看你們 有沒有看到 好累喔 好啦 上去吧 都已經走一半了 都已經走一半了 現在爬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已經呈現一個 一直在問 到了沒 到了沒 還有多遠 的狀態 可是往 山上的路還沒有停 好累喔 這對於幼幼班來說 真的是太辛苦了 好啦 我們繼續 往山上走 你們就一邊看我哭 一邊看我上山 走了 好了 我們現在中場休息一下 我肚子超餓的 然後補給一下 帶水果上山 然後喝個水 休息一下 它沒有一個休息區 所以我們就是 停在一個比較平穩的地方 吃一下 我們連山頂都還沒有到 我的天啊 好啦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上去 休息完往上走 休息完往上走 有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 越上面越抖 超累的 連綿不絕 我要繼續爬 喘完再走 我手放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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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沒地上 那我沒地上 不想讓它上 對啊 你手沒有力耶 對啊 接下來是 我手放在地上 一直說快到了 結果都是騙人的 爬山的人講話不能信 跟跑步的人一樣 快到了 剛剛在這邊 整個都已經爬在地上了 超難的 手腳病 鞋子 整個 戰績 爬爬爬 我們 要準備攻頂了 還有一段要爬 然後上面就是頂了 然後 我們現在這塊要上山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 小岔路 聽說這是 第三條登山口的出口 然後現在已經都封起來比較多 因為 可以看得出來它非常原始難走 好的 那我們要上去了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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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爬了一小時43分鐘 然後還沒有到頂 可是這個風景好美喔 今天派給大家看一下 好美的 然後等一下還要再往山上一點走 還有一點 已經看到平台了 耶上來了 很久了 耶上來了 千萬萬 好累喔 看到嗎 風景超美的 哇 辛苦沒有白費 耶 石牛山 快點 剛剛在山上休息了一下 我們現在要準備下山了 然後有點起風 所以比較冷 外套就趕快穿起來 然後下山的路是走這一條 我們剛剛上山是走這一邊 就是不同條路 然後下山的這條聽說就是比較好走 它只有部分需要攀繩子 那我們等一下下山的路段 看看是不是有比我們第二個登山口上來的好走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Let's go 下山的路啊 就是都是爛泥 很濕滑啦 但是有比剛剛有點好一點 至少就是它不是都石頭 它大部分都是土 然後走的時候速度放慢 重心壓低 可是還OK 好我們繼續努力 然後我們離開那個延遲的攀繩 後面的路就比較好走 這路就比較平穩一點 可以慢慢走 我們現在已經到比較平緩的地方了 剛剛剛下來的地方還蠻不好走的 因為都是爛泥 然後都要攀繩子 還好那一段都沒有比我們剛剛上山的那一段長 好短短的 那現在走下來的就比較平緩 可以慢慢的走 也可以稍微拍一下 我們加快速度 然後看看下山 是不是就是通到另外一個登山出口1的位置 我們剛剛已經走很長很長一段下山的路 然後現在已經感覺整個就是 好像接近平地了 就是好像要回到那個 師傅宮的地方 出口的地方很平緩了 我們這邊出去應該很快就走完了 下山其實沒有想像中怎麼好走 但是登山真的是一門功課 包含怎麼找那個攀爬點啊 然後怎麼施力啊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我覺得我還是適合走 親民的步道路線 又又班的登山課 我們來看看 大概還要 可能還要十分鐘左右吧 好我們現在走出來 看到有一個房子 看到前面都沒有一個房子 然後好像再走一段山路 就回到那個公廁的位置 又一個公 一隻公 倒黑 不要吵它 如果從公廁那邊那條路口上來的話 就是會經過這一個 這戶宅子 穿過去 也是登山口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走 這種水泥的山路 然後這邊其實有一個指示表 如果你們從另外一個登山口上來的話 耶!我們走下來了 走下來第一階段就會看到有一個 賣那個滷肉飯先炒茶的 然後就會看到這個房子 然後從這個房子往外面走 就是那個公廁的地方 來帶大家去一下 終於結束了 來看一下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土地宮廟 土地宮廟 然後土地宮廟旁邊這邊就有一個公廁 這一間就是公廁 這是我們剛剛起點上來的時候 跟你們講說 是第一條登山口上來的位置 第一條登山口 然後這是公廁 然後我們鞋子超髒 在這邊可以沖一下 好那我們總算完成了這次 石牛山的登山之行 然後回到這個阿婆咖啡的地方 那整體來講我覺得 它算是有點難度的小百月 所以比較推薦就是有一點體力 平常有運動的人前來 因為它其實兩條路都蠻有坡度的 我們剛剛從就是一開始有介紹 就是從這個第二登山口 這個停車場往上的這個位置去阿 它其實比較陡峭 然後從右手邊 就是另外一邊這邊 那個公廟的地方上去的話 它會比較平緩也比較短一點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很想要來的石牛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有挑戰性的話 就是往停車的這邊走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比較平緩的話 就從土地公那邊上去 那這樣會比較適合 另外阿也建議你們就是 來的話最好一定要穿登山鞋 然後要帶登山帳是最好的 因為它其實有點傷膝蓋 它的坡度抖的話 相對的就會比較傷膝蓋 然後整體 我們今天從登山口2上去 然後從登山口1下來 其實大概總長有5公里左右 那我們大概花了4個小時 但是因為我是沿路邊拍邊爬 所以比較久 那如果專心爬的話 大概3個小時應該是可以結束 對 那可以調天氣好一點 那整體上來講 它其實如果平常對運動的人 應該是不會太難阿 OK 那這是今天的石牛山 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推薦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我這邊後續還會繼續推薦 其他的今天給大家 謝謝你們 掰掰